继10月10号国家庆典这一天 原住民陶浦科合作社办理爱部落市集之后 受到相亲的回响 26号再次办理并选择在泰昌市场 不仅把部落的手工艺还有农产品推广出来 同时也用爱的理念来回馈给部落 提升部落产业兼具工艺活动 后来一期原住民陶浦科合作社 两年前办理爱部落市集之后 继10月10号再次在水源部落办理 生活主人员赞许或者相亲举计 26号再次举办爱部落市集公益活动 虽然是隔两个星期 主人们可以说是相当的开心 并且把自己最拿手手工艺品 农特产品 只要是可以销售的 全部呈现给大家来选购 我们这次的主题是 爱市集部落公益 那也是介于上个月 我们在水源部落举办的市集 然后汲取它的经验 然后成功的地方 然后来带到都市来 那三角市场 这个泰昌这边呢 这个泰昌夜市的地址 其实是一个史无前例 我们第一次选在这边 那也很谢谢这边的地主 他愿意来协助我们 那最重要就是我希望说 像山上的农产品 那个一定是没有农药的嘛 带到都市来 给大家来 都市人来用的话 其实他会很放心 这个算是安全的食品 然后以及还有我们部落产的鸡蛋 除了农特产 还有当然就是我们的部落 有那个织女 他们是专业的教那个制作主服 还有织部的老师 这样子一起带出来 就是把所有我们可以在文化传承上面 还是说在原民饮食上面 都有原住民特色的这一种复合式的模式 带到市区来做 那当然还有就是我们公益的测血糖 然后还有就是益检 甚至有一个亲子的DIY 这样子综合的一种市集 这是我的一个算是一个新的发想 那等于说在市集 不只是促进经济以外 那也有跟游客之间的互共互动 那这次第一次这样子办 我觉得我心里面是很高兴 很成功 那会让我知道下一次 这边缺点把它改进以后 就会做得更好 所以我会一直持续下去 我们合作社就是一直希望说 就业稳定以外 然后再可以在社会上面 更多的公益来照顾 需要照顾人 以及我们一起共创经济价值 王神公主表示 虽然26号活动 从上午10点到下午两点之间 仅仅只有四个小时 不过也生活欢迎乡亲前来消费 主任们向大家细心介绍 布鲁特色产品 也深获大家的青睐 王神公主同时也把部分的经费 会回馈给布鲁主人们 透过世界的活动 提升布鲁经济作工艺 在爱的理念当中 让大家更加的幸福 记得请问 欢迎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